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能超级联赛 今天的辩题是《香港经人入转弹法》 今天的对错双方为正方天主教国德性中学 对反方介乐萨书院 我会现在介绍双方的辩元 首先是正方主辩郭仁希同学 一傅彭泽成同学 二傅林若飞同学 杰变张丽莹同学 反方主辩盧穎林同学 一傅林乐陈同学 二傅林乐施同学 杰变黎耀乐同学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三位评判为我们进行评分的工作 他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学语辩论队队员 准备好都可以开完camp的 那今场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傅二傅台下发问和结辩 总共六个环节 那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发言完成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傅接着发言 去到反方二傅之后 就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结辩环节 那除了台上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前30秒都有一定提示 双方各有点再发售双方向 我会把字拉上来 大家都会见到的 还有对足够个旁边会遮住 我会尽量看到的 有没有给我听不到双方的声音 没有 好了 够钟有两顶提示 双方 好 我找这个位置 这里 那我放这里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大家都清晰提到的 OK 好,那超時就有超時就不現了 就有幾丁提示 丁丁丁丁丁 那詳細的菜規呢 之前發了給雙方的了 那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先請正方逐邊發言 你們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跟我說可以 不好意思,主席 是 我想...我是正方一虎 但是我另外一部器材是還沒進入Break Out Room 好,我現在幫你加進去 你的器材是什麼名字? 嗯...都是正方天主教的正中學一虎 嗯...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其中一個名字嗎? 因為我...你們兩個名字一樣 沒有開鏡子 嗯...因為我在名字看不清楚 好,好,我改一下 你改一下,加一點點東西 謝謝 應該改好了 好 好,你進到了嗎? 嗯...可以了,謝謝 好,謝謝 好,那現在正方逐邊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30秒一分提示 準備好可以跟我試試 我可以嗎? 嗯...我可以了 叮 活動限定超稀有角色概率大提升 還有各位大家好,這些廣告字句 相信大家都並不陌生 提升稀有角色的機率是遊戲商常用的營銷手法 但是這些問題就是在於轉蛋並不是名碼 實價的買賣 它牽涉運氣和機率 所以引起了不少的紛爭 消費會曾經報導林先生的案件 當時遊戲廠商推出轉蛋活動 說提高了稀有角色的機率 但是林先生製了將近8000元 都抽不到所謂的稀有角色 他又開始質疑機率的真確性 其後更加向消費會提出投訴 對此消費會也都只可以轉達遊戲公司的回覆 說機率是由公式計算並不會作出任何補償 說到這裡究竟遊戲公司公佈的機率是否真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 由消費會都沒有權力去調查 投訴最終不了了之 審視現況類似轉蛋的抽獎活動 其實都是有牌子規矩的 但要條規定了娛樂場所 要向民政事務局申請牌照 才能合法經營有獎級娛樂遊戲 和博彩遊戲 不過條例只使用於公眾娛樂場所 例如主力公園、冒險樂園等 也都無法規管網絡遊戲 現有的商品說明條例 並無涵結蓋到抽獎活動和轉蛋的機率 所以就算公佈轉蛋的機率和事實不符 也都無辦法去監管 轉蛋因此成為了這個法律的灰色漏洞 雖然轉蛋有博彩成份 但也都無法可依 唯有轉蛋法才可以對證下藥 其實轉蛋法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中國、日本一早就已經立了法例 台灣也都在討論有關的事宜 各地也都有不同的法例 雖然名和細質不同 但其實他們想達到的目的都大同小異 就是釐清遊戲商和玩家的權責 平衡各方的利益 而我方建議引入轉蛋法配合香港現況 並作出修改 必須包含以下三點 一、釐清網絡遊戲轉蛋的相關定義 二、參考港府有獎遊戲監管 要求向香港上架的遊戲必須申請牌照 三、要求遊戲廠商公開機率 並定時委派第三方機構作出搜查 而行量變態照看回引入轉蛋法之後 能否配合香港的需要 平衡玩家和遊戲廠商的權益 因此我方建立變態原因有二 一、填補法律漏洞完善監管機制 正如剛才所說 轉蛋不受賭博條例監管 形成了法律漏洞 其實早在2005年的香港 多間遊戲廠商已經察覺到 虛擬抽獎應該要納入賭博條例 並向有關問題和政府討論 但之後都沒有了下文 16年後的今天問題仍然解決不了 近年隨著有各種轉蛋的問題 消委會也都呼籲遊戲廠商 應該要提高及透明度 標示中獎機率、公開中獎名單 並建議政府參與其他地區引入監管機制 針對中獎機率等方面進行規管 以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可見引入轉蛋法才可以填補 法律漏洞完善監管機制 以平衡玩家和遊戲廠商的權益 立法之後的機制 可以核實遊戲公佈的機率 並規管它們宣傳的手法 對玩家而言他們可以得知轉蛋的機率 並且有更清晰的資訊 給他們在消費之前作出考慮 萬一真的有懷疑機制 也都可以作出調查 並確保他們得到公平的待遇 對遊戲廠商而言政府發布了牌照之後 和第三方方客實實 可以令他們更有公信力 並且維持到遊戲廠商的聲譽 因此三大網絡遊戲巨頭 都很支持公開遊戲機率 最後想問回遊方問題 是覺得有獎級娛樂遊戲牌照的制度 是否多次一舉的呢 是否應該廢除它呢 還是覺得它是要管的呢 不過轉蛋法是否一個特例 而且它們是否又是不用管的呢 多謝各位 好 主編發言時間為4分08秒 無消遲無需求分 評判處理分子上面有些問題 我先處理了 大家可以先等一等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有4分钟设计时间 30秒会有一丁提示 准备好可以和我说可以 可以 除了各位大家好 先看有方方案 有方方案说要设立验证机制 核实公司公布的机率 但有方要由谁去做验证 他会根据什么判断公司有没有违法 他验证的过程 牵涉的人手 成本等等 有方统统都没有解释 我们再来看看转弹在香港的定位 日本来说每次转弹所需的金额都会便宜过直接购买 因而及有换家用更少的价钱换出更多的奖品 但前文正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就指出 这种耳小博大的转弹机制具有博彩成分 受到赌博条例规管 而条例全面禁止网上赌博 即是有限度容许实体赌博 即是转弹的存在已犯法 只是政府之前没有执行相关规定 故此 我方倡以政府参考比利时和荷兰的做法 全面禁止转弹游戏 值得留意的是 我方不反对市民明买实价 货金买装备时装 只是不可以购买有机率获得不同奖品的补商 衡量变体准则在于实施转弹法之后 玩家利益是否真的得到保障 并且不带来负面后果 我分量点有意 第一,标准难以离定 成效存疑 转弹过程讲求玩家运气 难以透过实际数字进行追踪 加上方案存在漏洞 成效无法确保 首先,有方式根据什么 判断公司有没有遵守转弹法呢? 正如游戏公司游戏骨子说 玩家每次转弹,机率都会重置 就算实际中长次数和本身公布的机率有出入 不代表是公司刻意虚保 难怪连消委会都说 转弹讲求个人运气不能因为实际中长次数少 而对公司进行追究 有方怎样判断是公司虚保机率 还是玩家自己运气差呢? 就算有方制定清晰的标准 都不代表市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19年,影片网站Bilibili 在抽奖活动中安排大量假账户 民间联司法及法律事务库 发言人叶俊阳律师都说 政府不会分辨哪些是内部账户 基率难以监管 到头来,中长的数字是没有问题 但中长的市民也很少 又如何保障市民的权益呢? 第二,鼓励赌博不利社会发展 正如我刚才所言 转弹本身就违反赌博条例 引入转弹法系改变政府立场 将转弹这种线上赌博合法化 前文政事务局局长徐英慧指出 香港政府一直都不鼓励赌博 只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 才容许少量的实体赌博 将一种赌博合法化的前置 是要确保这种赌博容易监管 不过,转弹游戏作为网上赌博的一种 并不符合这个前置 理工大学17年的研究显示 网上赌博匿名进行 难以监管和追踪 同时,加拿大街道资讯平台Tech Addiction指出 网上赌博不受年龄和时间地域限制 随时随地可以参与更加容易上瘾 难怪,随着转弹游戏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多港人上瘾 老德会清量中心在20年3月的调查显示 当中有九成出现网络游戏失调的状况 每个月更加平均货金高达2000元 正因转弹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荷兰博彩局以转弹比Pepa这些赌博更有 有更高的赏引风险为理由 要求公司移除转弹功能 转弹合法化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全面禁止才符合大众的福祉 最后想问游方如何确保你的成效 还是任由游戏公司鼓吹到波都没问题 多谢各位 好,反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然后我们会进入台上发明的白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1分钟 反方主便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点提示 叮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正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通常 双方都有一次提问和一次答问的机会 那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对于台上发文 没有的话 那我们现在开始 评判留意了 台上发文的分数 依次序写的话 那应该是 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是发言 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文的分数 这是顺次序的 好,那现在先请正方台上辩元 有1分钟发文时间 15秒一叮 准备好和我试试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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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认同了需要性 但有方说 现时已经有监管 但我方现时就告诉你 原来如果你要进行这些转胆活动 在现实之中 你需要受到香港法例第148章 第28条赌博规例 第22条1A3去规管 也就是你需要拿到有奖娱乐游戏牌照 想问有方同学 现时哪一家游戏公司 是可以拿到有奖娱乐游戏牌照 而受到规管的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反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不得了 我们来说 每个人都要注意 来说 有点 在这些转胆活动 也有点 不得了 大力 有点 管理 那这些转胆活动 会有点 摩托 有点 这个转胆活动 确实 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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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準備時間結束,下方主編,你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15秒一定提示,準備好開口說,可以? 可以 主席瓦瓦瓦瓦,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問我們現在有哪一間遊戲公司是拿到牌,受到法例的監管 有方同學你這個問題根本就是不合邏輯的 我剛剛也跟你說了,現在線上轉彈遊戲根本就是要受賭博條例的規管 有方你現在給他一個牌距,是不是你要把這個線上賭博合法化呢?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這個轉彈法,直接就是禁止這個轉彈遊戲就可以了,多謝各位 現在請凡方任何一位台上便宜,作出台上發問 有一分鐘時間,15秒一定提示,準備好開口的示範 可以 謝謝 各位大家好,由方引入轉彈法,無非都是為了提供一個這麼清晰的數字給市民參考 但每次轉彈,機率都會重置,玩家中獎的實際次數不一定等於用機率推算出來的數字 加上公司可以安排假象或中獎 到頭來公司趕給玩家知的機率和程式實際運作所用的機率 或者實際中獎的次數都不能夠保證是一樣 那資助這個數字,對玩家又有什麼意義呢?多謝各位 好,現在正方煮便了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把台灣研究你的資助進行 對阿倫 funding 人 Marty 二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可以了 刚刚有方同学问我们 游戏玩家知道了 它的真实机率是有什么意义的呢 但我方就在这里回答你 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立这条法例 其实就是用来防止 他们得不到一些正确的资料 还有我们都是防止你们所说的 游戏公司公布了的机率和现况不同 因而所以才要有这条法例 而且所以我方的方案 就是给第三方去检视他们的原始码 去了解到它是真实的机率 而那个机率并不是推算出来的 也都可以检视它 游戏公司究竟有没有用到一些假的账户 去进行一些偽造机率 甚至是造假 那我们也都可以吊消它的牌照 去进行一个惩罚 去惩罚这些劣质的游戏厂商 谢谢各位 叮叮叮 现在会去变位的位置 根据发言次序 就去正方一副发言 试咪试咪 请问卓卓各位听得清不清楚 听到 有三分钟时间三十秒一定提示 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卓卓各位大家好 今天双方都认同了 现时一些游戏商 可能没有公布机率 而即使有都不知道是不是相同 和实际的机率相同 而标准方面 我们都认同我们需要顾及玩家的需要 但是今天有方不同 有方同学就没有理到游戏商的利益 反之我方的方案 或者我方的标准就是跟你说 我们需要顾及平衡游戏商 和玩家的利益 再说今天双方第二个分歧就是可行性 有方同学不反对转弹法 只是极透构结方案细致 但是当然 方案细致的问题 我方都认同可以再商讨 也可以因时制宜去作出修改 反之有方要求我方提出一个完美的方案 并不合理 反问有方是不满意我方方案哪一部分 是第三方的监管机制还是惩罚 有方和我们先说清楚 而我方也不单止参考了日本的景品表示法 要求所有网络游戏商 去展开他们的转弹真实的机率 也有委派第三方的监管机构去作出检查 而日本做到为什么香港做不到呢 有方和我们先认证 而再说 有方第三个分歧就是看不到现时定立 或者引入转弹法的迫切性 因为正正见到现时法例是有灰色地带 先看赌博条例 有方同学说监管到 但现况是什么呢 对转弹等等的字眼没有清晰的定义 但律师陆伟雄和我们说 字眼上叫游戏还是赌博 取决于以技巧为主 还是纯粹靠运气 但是何为技巧为主 何为靠运气呢 没有清晰的定义 同时警方都只可以说 执法要视乎实质的操作情况 而转弹法就可以针对游戏 设立一条法例去理清相关转弹的定义 再看了 第二条 赌博规例第二条1A 有奖娱乐游戏牌照 它只是针对现实当中 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经营所涉及博彩 有关的有奖娱乐游戏发牌 并没有针对网上游戏转弹作出限制 没有要求公开转弹机率 所以转弹法就可以制定相关的发牌制度 从而要求游戏商公开转弹机率 制定透明的转弹机制 再看商品说明条例 现时即使游戏商有公开机率也好 但是机率的真假、后台数据 这些都是由游戏商自己知道 消委会都无权调查 所以转弹法就可以设立一个第三方的监管机制 去查清楚它的真假 现时见到有这些法律漏洞 连消委会都建议有关当局 针对手游重奖机率的问题去定立一些规范 反映现时法律是真的存在灰色地带 所以正如我方主便所说 游戏业界都主动和政府部门研究 应不应该修正有关线上游戏的法例 反问有方有什么资料调查 指出游戏业界是反对转弹法的 而既然消委会指现时法例出现法律漏洞 而游戏商又担心误度法网 可以去找政府谈 而转弹法就可以透过清晰的监管机制 为保障玩家避免游戏商 误度法网保障游戏商 究竟谁说没有需要立转弹法呢? 多谢各位 好 正方一部发言时间迷3分09秒 没有超市 没有水扣分 现在到反方一部 有3分钟发言时间 请问 30秒的提示 听到的 准备好 开始我说就可以了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座座各位大家好 看回有方方案 有方的方案是要公司直接公开原始码 请问有方怎么核实 那个是真的用来运作游戏的原始码呢? 反正有方说不到 说就说到他的方案很理想 实际上程式作为公司的机密 他们不会想交出来 有方又检查不到 去交那个原始码 是不是实际用来操作那个 他们还有什么原因 遵守有方的规定呢? 反正有方交代清楚 再看有方论点 有方论点 一说 转弹法可以填补法律漏洞 完善监管机制 有方怎么保证机率的真确性呢? 主编已经跟你说了 你根本保证不到机率的真确性 你想有足够的玩家中奖 公司可以将奖给自己开的账户 你想公司公开原始码 他可以给个假的你 可见无论有方怎么审查 都避免不到黑商作业 相反全面禁止转弹 所有机率都明明实的做买卖 是不是更加公开透明呢? 再看游方论点 游方说公开了中奖机率 玩家可以透过中奖机率高低 理性思考 评不评金 既然在游方眼中提供机率 给消费者参考是这么重要 你是不是更加有责任 确保你公开核报的机率是真的? 但今天你想有足够的玩家中奖 公司可以将奖给自己的账户 你想公开程式码 他可以比较假的你 游方的方案 基本未免不到游戏商 跨大机率 误到市民 是不是更加容易令玩家做错决定呢? 接着我们从三方面审视变题 第一,闭嘱 暂至本身的法例 转弹是不应该出现 岗方看不到它合法化的必要 正如销委会所指 因为转弹有不同的奖品 会令玩家近意上瘾 难怪英国卫部上年4月的调查 而显示 参与转弹的青少年未来 赌博承认的风险会显著提高 多了青少年赌上瘾 到底是谁得益呢? 第二,成效 有方论点二也是看成效 面对游戏公司 可以解决会要怎么分辨和解决 有方不知道 你要公司交出原子码 那是否真的用在游戏里面呢? 有方都不知道 转弹法就是令我们多了 对不知道真还是假的中仗基率 有带来什么改变呢? 第三,方案比较 有方目标手段不相符 消费会16年和21年对电子游戏的调查 都反映 转弹的投诉主义是关于抽不中想要的角色 转弹法只是被玩家有个数字去参考 但基率每次重置 中了与否全憑运气 转弹法会令他们好运了吗? 有方无论玩家抽中想要的角色 只会令他们继续不满 根本做不到你所说的保障事物 相反全面禁止转弹 例如18年比利侍博弈帖 要求全面移除转弹功能 所有家亦都明明实的 先确保玩家买到想要的道具 亦都避免了黑商作业 是不是更加做到 右方论电所说的填补法律漏洞 完善机制和平衡玩家和厂商的利益呢? 多谢各位 好 凡方一副发言时间为2分57秒 无朝时无需9分 现在我们请正方二副的同学 有3分钟发言时间30秒有点提示 请问在座各位听不听到? 听到的 好准备好开坨说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说是没有需要 因为现在转弹法和以前的条例没有分别 有方同学首先承认了转弹法的需要性 但是他不了解现况 像我方主辩和一副所说 现在的条例是有灰色地带的 现在的条例是没有针对性的 有方所说的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例子 就说如果是网上博採的条例是可以监管的 不过实际赌博条例 要求商家申请牌照 其实是要求商家有一个现实的地方才可以申请牌照 而因此虚拟转弹 现在是没有被要求申请牌照 可见现在的条例是没有足够的针对性 需要去立一条新的法例 反问有方同学又为什么觉得虚拟转弹 可以不用被包含于现在的法例之内 再者有方同学其实都没有反对过现实 现实是有需要立法的 只是很担心可行性的问题 其实我方主辩一副已经说过 现实香港对于机率活动都有不同的法牌制度 而且行之有效 相处的转弹法绝对可行 再者有方所说的真确性 正正是通过第三方的监管去保障这个机率的真确性 而且当我方看到无论是玩家还是游戏商都支持转弹法的时候 有方说不可行根本就说不过去 回归辩提 我方是看到人入转弹法是保障玩家和游戏商的做法 对玩家而言 转弹法给他们在消费的时候 有足够的资讯作决定 根据消委会2021年初的调查 现时近四成的游戏都没有披露各类商品的中长机率 当玩家转弹没办法得知机率的时候 很多时都会投资得太多 但却因为机率和预想中差太多 因此而得不到想要的商品 引入转弹法之后 游戏商就要公布机率 让玩家在足够的资讯下作出正确的消费选择 此外当转弹法持有可靠的第三方机构去核实机率的真确 当然同时保障到双方的利益 即使游戏商公布机率 但玩家在无法得到真实资讯的情况下 往往会质疑游戏商公布的机率有问题 甚至为了核实机率而和游戏商对保公帑 结果玩家是要花费资源和心力去追上 而游戏厂商也难以获得玩家的信任 这些质疑甚至是会损害游戏商的声乐 反之立法后可以令玩家有足够的资讯 行量应该用多少钱去转弹 也通过牌照清楚知道哪些游戏商是可信 另一方面游戏商也可以提升信誉 因此现时有不少公司 例如微软、索尼都同意公布机率 硬件转弹法可以堵塞法律漏洞 对玩家还是游戏商都有所得益 认据亦都具可行性 你辩提理应成立 多谢大家 好 正方以赴发言时间为2分5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我们请凡方以赴的同学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30秒有一丁提示 准备好可以和我说可以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来到二府的位置 我们拆解辩提三组之眼 第一,转弹法 今天游戏跟我们说 其实他很质疑我们说 转弹法和现时的条例是没有分别 但游戏自己都说了 其实网上倒门是监管到 这方面游戏已经是否拒绝 第二,游戏不断跟我们说 其实现在有第三方机制 他们一定可以保证到 但游戏完全没有提出过 第三方机制有什么实际上的措施 可以解决到问题 一失压 上次跟我们说 第三方机制 一定可以避免到 我们提出的问题 但公司游戏骨子的执行长 特别在里何振国都表示 第三方验证机制的公正性 和专业性竟然有待商榷 一副问了你 假装弹问题 原始码问题 他们的漏洞问题 如何解决 有方都不知道 有方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们一定会公布 一个真的原始码给你 但是台湾编程师 台湾编程师 Sean也跟你说 他们公布了一个 和他们真的用了一个 其实是不肯定 是不是真的一样的 第二 其实标准方面的问题 究竟是游戏公司造假 还是玩家自己不幸 有方都没有说过 究竟要怎么来定这个标准 究竟他们是否真的 他们自己分析 还是 对方所说的问题 是不是反而会引起更多的争拗呢 第二 引入 其实要决定是否有一个法案 一向都是看法案的成效 有方就质疑我们 全面禁止游戏抽奖 会令到游戏公司赚少了钱 有方的逻辑就是 損害了游戏公司的利益 就不可以做 那转弹法要求公开机率 令到少了玩家抽奖 还要公开他们的原始码 公司盈利减少 按照有方你的逻辑 是不是转弹法 其实都不应该引入呢 可见其实有方都承认的 要透过限制公司来解决问题 但有方方我损害了公司利益得利 又保障不了玩家 有方方我才是真正平衡双方的利益 避免上任问题 为什么有方的利益 就可以凌介于社会利益呢 其实在有方的眼中 公司会为了盈利跨大记律 压消费者 不如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 遵守转弹法 就不能再跨大记律 一定会少有生意租 相反 用几个假账回来拿了奖 又或者交假成息给政府 你又说不出转弹法 有什么可以避免到这些问题 赚到钱之外 政府又不会发现 你还会帮你遵守转弹法呢 第三 转弹法 其实今天有方是这样和我们说 有掌娱乐牌照 但其实现时赌博条例 已经是禁止了线上赌博 就是转弹 有方还要拿牌合法化 其实转弹 违反了香港一股不鼓励赌博的方针 有方都没有解释过 有什么必要要将合法化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明马实的 这样买到奖品 政府容许实体但禁止线上赌博 正如安拉伯格清智年风险 沟通研究院主任丹尼也都指出 是因为网上赌博难以监管 实体的场地开放时间 投放金马通通都可以监管和巡查 但转弹游戏又不准管理 组织松散难以规管 到底有什么必要要将它合法化呢 多谢大家 好 反方以赴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然后我们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网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 向反方台上辩元提问 正方无权指答哪个回答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继续前15秒的一定提示 净 之后由反方台下辩元 向正方台上辩元发问 发言和准备时间同常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个辩元提出的 提回台下发问的同学 记得稍后一会讨论 提回台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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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麦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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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正月各位听不听到? 听到的 好,准备好,开始说可以 可以 订 主席 评论 评论 各位 根据牌照事务局指引 夹金仔机都符合薄彩的定义 因为有可能用少量金钱 换取价格更高的货品 而成牵涉机率 但只要申领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 就可以合法经营 请问有方的立场之下 冒险乐园摘银仔 摊位游戏 是否都要全面禁止 还是有方根本不清楚香港现时 对有奖游戏 或者抽奖活动的规观 多谢各位 好,现在反方 台上要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可以 有一点 是 好 你 嗯 哦 你 你 你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台上的反方同學 排出去為台上原作答 請問一分鐘 聽到,兩分鐘發言時間 十五秒一定提示,準備好可以 說可以 可以 有方問我們是否其他賭博成份的遊戲 例如冒險樂園的小銀仔都要被禁止 有方這麼喜歡拿冒險樂園和轉彈給 那你是不是也要冒險樂園公開中獎率呢? 一副說了,線上賭博比起實體賭博 更難做到有限度容許 因為每一個遊戲抽獎都是來自不同的公司 組織、鬆散、政府根本就根本不到 全面禁止才可以根治問題 反問有方,冒險樂園的小銀仔和轉彈為何可以類比呢? 多謝各位 現在我們請反方派出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你可以試咪 試咪、試咪 想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OK 好,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15秒鐘台時,準備好可以跟我說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右方今天不斷強調轉彈現在沒有清晰的定義 需要完善監管 其實我方都不反對加強監管 但是轉彈法並不是一個合適的監管方式 檢視原始碼的話 公司大可以交一套原始碼 政府是檢查了沒有問題 不過實際上遊戲就在行另一套原始碼 負責電子遊戲編程的台灣編程師Sean表示 他對轉彈法的成效存在質疑 因為政府根本無法確保 遊戲公司提交的原始碼 真正用在遊戲中 至於傳統抽獎所用到的檢查中獎名單 公司又可以分析給假帳戶 因為網上遊戲匿名進行 你無法核實中獎的位是哪一個 凡請有科學直接交代 第三方的驗證機構是如何核實公司交出來的機率和資訊 真正有用在遊戲運作中 多謝各位 現在正方的同學 你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開始 開始 等 pacing 無法核實中al 康יי 貌 無法核實中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梵方派出台上原作答 可以 對不起,有些小聲聽不見 請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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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梵 請梵,請梵,請梵,請梵 有方同學質疑我方說第三方監管制度是否可以實行 我想問有方,既然核實機率真的這麼難 我想請問為何日本做到,香港做不到 有方同學完全沒有論證過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現方有 任世界北亞物品管制條例是可以監管網上的商品 可以看到現時是有可能性的 再者,有方同學一直在說要全面禁止所有賭博 例如轉彈 不過有方同學可不可以舉出到有什麼調查支持 指出玩家是支持 有方是無論證度 一口口聲說是要保障玩家的利益 不過就無論證度 到底是有什麼調查指出玩家是支持 而我方的方案和標準就是要平衡玩家和遊戲商之間的利益 通過公佈機率、核實機率 用遊戲商公佈的機率和實際的數據去對比 而他中到 叮叮叮叮叮叮叮 好,謝謝 剛才有些口誤說錯了正反方 謝謝同學沒有出來答錯 好,現在請正方派出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是 準備好可以和我說可以 可以 叮叮 主席評判有方 今天有方完全是陰謀論 說遊戲商無論如何都可以走到法律 就算禁了一些遊戲 玩家都照樣用到虛擬專用網絡玩外國的遊戲 用外國的伺服器 剛才有方根本無論證度 為什麼外方管制不到 再者,按照有方的邏輯 既然什麼法例都管制不到 那現在有方所提出的 比利時、荷蘭等等法律就可以管制到 而外方就一定管制不到 多謝各位 好,現在凡方同學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可以開始 October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maj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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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右方交代给你时游戏商在完全禁止转弹后的利益受损了多少呢? 再看换家,你说到现在法律有漏洞,市民无法可依。 但相比起你定这条转弹法,明明实戒买卖,一方面可以避免鼓励赌博, 另一方面又不用再担心公司会夸大机率,难以核实, 为什么不直接禁止转弹呢?谢谢各位! 好,正方同学有一分钟时间准备,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擺出一位 頭上邊緣作答 留一分鐘時間,十五秒一丁提示 準備好開動的事意 試咪試咪,請問在座各位聽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是,可以 丁 大家好,有方問我方既然機率這麼難確實 為什麼不直接禁止轉彈 我方告訴你,因為轉彈是一個有趣的活動 因為玩家喜歡轉彈,多人玩 所以我們就要平衡玩家的利益 玩家的利益想轉彈 同時我們需要保障他們 所以我們就需要轉彈 情況就像我方所舉 冒險樂園的例子一樣 人們喜歡扔彩虹 所以我們現在扔彩虹 有一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給他們 所以他們就要根據這條法例 再去進行一些監管 從而去保障我們的消費者 再說,今天有方同學的標準 也是保障玩家利益的 但有方方案竟然是全面禁止 反問有多少玩家支持你 而你所說的遊戲骨子 他認為第三方的機制難以執行的同時 為什麼遊戲骨子同時之間 他都會支持轉彈法呢? 既然遊戲商支持玩家利益得到平衡 為什麼不是更好呢? 多謝各位 好,台下發問環節完結 那現在雙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結辯 現在開始 回答環節完結 他戴了 我們等他找到 我們不打US 我們不打US 在打US 好,准备时间结束 那现在先请反方结变作结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最后30秒一丁提示,准备好和我说可以 可以 订阅 主席,评判,各位,大家好,来到结变环节 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游戏要发展的历史 其实一开始游戏是行买断制的 玩家给钱下载后就不需要再货金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商家开始给玩家免费下载的游戏再货金卖东西 赚更加多的钱 可可改善游戏体验自然吸引了不少玩家 对于商家用什么方法赚钱,政府一直都不过问 但当商家推出大约赌博性质的转弹游戏时 政府还可以助手不理呢? 其实今天双方都承认 政府是有必要採取措施,等同三条问题归纳全场 第一,转弹游戏本质上仍然应该存在 其实今天说了全场,转弹是具有博彩成分的 有方全场都博我们不得 不过他认为现在冒险那些很有趣的扔炒红都可以营运 所以就不需要杜拳弹的存在 我方一二虎都说了很多次 现在实体赌博和网上赌博是不能类比的 网上赌博匿名 运作门栏低,上监管追中只会更加困难 现在市民是很方便的,他随时随地拿出手机就可以赌钱了 令商人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而今天有方面对这些扔炒红的例子 他跟我们说什么,很有趣的 他或者市民喜欢转弹,他很享受转弹 所以我们就应该立法保护他们 有方这个奇怪的逻辑,我问你 如果外围波、外围马、线上赌场 很多人都很喜欢玩的,这么有趣的活动 有方跟他按照你的逻辑是否都要把他们合法化呢? 其实一个政策从来都不是看市民开不开心,想不想要的 政府的角色就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平衡市民如有的需要和社会的福祉 适量的限制才可以令这个行业长造长有 容许实体而禁止线上赌博 可以满足到部分市民之外 又可以降低赌博承认的风险 其实香港有比于澳门拉斯维加斯 这些依赖赌博行业为主要收入的地方 香港一直的方针都是不鼓励赌博的 赌博对市民、对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 在殖民地的初期,其实香港政府是没有任何规管赌博的 所以令到很多市民都沉迷赌博,形成了性循环 香港政府现在之所以对赌博采出强眼态度 尤其是网上赌博 就是因为现在网上赌博,好像俄方说的那样 很难规管,所以唯一全面禁止他们 只是留下马会集中处理线上赌博的投注网站 现在国际研究都发现了 转弹游戏其实会令玩家形成赌徒心态 会沉迷赌博埋下赌火线 有方今天坚持引入转弹法 而不是跟一贯的做法将它禁止 无疑是将香港一直以来的方针推翻,有方同学 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第二,转弹法要如何操作? 其实我们讨论任何政策,我们都先从电视角度出发 看看方案执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方今天都承认了公司会内定假的账户 然后夸大过去中奖的纪录 不过他觉得这些小事强制公司公开他们的原钱 就可以打击到这些问题 有方同学的方案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发牌,但有方同学是否想过 你发牌是将一个在香港不合法的游戏 它将它合法化,这样对任何人都无理 处境方同学,这样做是否真的值得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公开它的原始码 但我们前厂也说过了 现在公司随便加一个原始码给你 它都可以当作是真的原始码 政府根本核实不了怎样才可以知道 这个原始码在游戏里面是否正在形容中的 现在这么多公司都可以在他们的游戏里面 假账户、夸大机率的时候 他们可以赚多些钱之外 政府不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由因乖乖地交过机率出来给你 到头来,连转弹法的核心 公开中了这些 有方国保不到成效 市民的权益一路没有得到保障 第三个解决问题是什么才是最好的手段呢? 其实根本双方同意 目前转弹法运作得不够好 有必要作出改善 就算执行了转弹法 厂商欺骗玩家的情况依然无法改善 相反我方的方案下 其实是更加彻底的 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明码实压 商家无法做黑箱作业 市民都不需要再担心被商家压 难怪各个国家都已经意识到 转弹人对社会大利的危害 例如去荷兰比利时BD 多谢各位 好 马方杰变发言时间为4分04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请正方杰变作结 只要4分钟发言时间 最后30秒一丁提示 准备好开头说可以 可以 丁 主持评判长各位大家好 年初的六国彩头奖是破亿的 不知道当时大家或身边的亲友 有没有买呢 最低10元就可以买到一煮 付出少少 随时都可以还财就手一夜之库 虽然明知道基率很微 但大家都愿意博一博 不止疑情 还想做李嘉诚 这就是抽奖的魔力 比起公平等价的交易 或者以小博戴更加符合人类的天性 不过一旦深陷其中 往往会带来灾难的后果 所以进入了现代社会之后 有关博彩的活动往往会受到严厉的规管 中六合彩的机率是多少呢 一千万分之一 机率很小 但由得计 而且谁中了新闻都会报 无法报价 但游戏抽奖 很多时连机率都不告诉你 就算公布了也不一定是真 甚至有些稀有的角色根本就抽不到 有个人抽到也不知道 但广告就是会跟你说 机率提升了 跟你说很容易抽到 所以吸引玩家 货多些金 抽多些蛋 为什么我们又可以放任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甚至像游方那样觉得 我不管法律 我不管是否保障 有法律就可以 其实看回整场 游方只是纯质疑 只是觉得 现在其实一开始游方都承认了是有危害性 但游方就是因为自己是有反方 所以就觉得 什么法律都管制到就是转弹法不行 我方其实一开始说了有法律漏洞 但游方就跟我们说暴示的 现在能够监管的 但一说到可行性的时候 刚刚也有说过 游方一直在说其他国家都可以 但就是转弹法不行 他只是质疑无论证度 只是一个例子 甚至说的例子甚至是支持了转弹法 那又是不是真的说服到在座各位呢? 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大市场小政府 这个词语 逢亲有人提议政府介入市场 就会有商界人士用这六个字 作为理由去反对 但是小政府不代表无政府 大市场不代表大势 更加不代表政府不可以 或者不应该去干预市场 还顾现行的法例 楼市失衡的时候 政府是会推出楼市 只要去稳定楼价 监管博彩活动有 赶足整场的赌博条例 甚至连日常生活的食物 都有规管过包装食物 一定要有营养标签 政府干预市场的例子 其实比比皆是 反之如果没有政府 去定立法例 为市场交易奠定规则 设立制度 给买卖双方有安全的一个 公开的环境 市场是根本无法有效运作 我们今天提出的方案 都不是要限制游戏题材 也不是要像中国那样 限制游戏史书 或者是人面识别 只是很低限度的干预 公开机论、法牌制度 第三方的核实机论 对于玩家和游戏商而言 是相赢的 说不应该立法 说到尾 可能只是有方觉得 这件事根本就不关我事 又不是我抽奖 玩家抽到想要的东西 他们是他们的事 抽不到就是他们的死 所以不需要为了他们而立法 但其实说真的 玩家又何尝不是在营销手法之下的受害者 当游戏厂商利用机率抽奖 去诱导玩家课金的时候 甚至利用心理 令玩家转弹成瘾的时候 是否一句话 就可以把责任推给玩家 现实不是玩游戏商赢 不是靠运气 要玩家和游戏商大致商赢 而引入转弹法就是第一步 多谢各位 正方结变发言时间为3分4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那现在比赛到尾声 那现在请评判在分子上面评分先 那留意就是要选三位最佳辩元 那最好的就3分 第二位2分 最后位1分 如果哪位评估想给评估先 都可以随便的 主席 我已经评好分了 我看到你的文件写了 要寄回PDF 但我刚才试图 我会直接把3个传选 都可以直接把3个传选 都可以直接把3份 都可以直接把3份送给你 就是想表達就是我覺得今天反方的主線設立得很有策略性 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你打了一個立場 就是比整方極端的立場 將它很多的輪點都會吃掉 還有可能會令到整方本身準備了一些攻擊是無效的 我今天覺得其實反方主線上的策略其實是成功的 而的確可能整方他們在回應你們的主線上面 的確是真的可能凍結了 又或者是不能夠很執場地去調整回應的字眼 令到他們的攻擊弱了很多 我先講整方的主線 整方的主線都很大了 一開出來就是現在是無法監控 我看到其實你們的主線都有嘗試去集了對方 是講一些現有法例已經做到的說法 譬如你會說到博彩條例 現在是監管不了線上課金抽獎的情況 那其實看到你們是有就著反方的一些 可能會出的論點去 就是阻止它才讓它不能夠說 但是就好像不是很預計到 反方是會打一個這麼極端的立場 而這樣的反方呢 一開始聽起來 我會覺得你們的主線很有策略性 但是當可能同一套說法 不斷這樣看起來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些疑惑是會產生了 那其實這些疑惑呢 去到正方的台下發問的時候 是會有很快的觀點出來 那首先第一就是 其實我在你們的主編稿的時候 不是很聽得出 就是究竟為什麼線上抽獎 就是直接跟博彩或者賭博是掛勾的 因為我想按照我的理解 博彩就會是 就是你們有說到就是二小博大 但是那個大呢 最後是直接地是用金錢去做回報的 那這個是我最直白的理解 那當然我沒有credit到正方 因為它是無受主任的東西 是出了一個反博 那對了 就是同時我就會問 那冒險樂園是不是都要禁 那正方的台下是問到 那或者我用一個更好的類比 就會是問 那其實我出街扭蛋 或者我抽盲盒 是不是都是一種賭博呢 是不是 那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會期待聽到正方是就著 你線上網上抽的那些皮膚啊 抽的那些道具啊 抽的那些裝備 怎樣跟賭博是直接掛勾 這個第一 尤其是你們不斷呢 可能會出了一些網上賭博啊 那些情況 那我會問 為什麼可以類比賭呢 如果人家是真的用錢去賭錢 OK 所以我買回來 那些籌碼 然後我最後走的時候 把籌碼換回到現金 那這個是稱之為賭博 那但是 當然啦 這個問題就是 我沒有投資到正方的反駁 因為他們沒有提到 好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會聽得更加 想聽得更多 就是 究竟 外國有什麼實際的例子 就是監管不到 你所說的那些認證 就是我全場就看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 中國那個Bitabili 就找了很多假的帳戶 這個是我聽到的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 不斷常提的 就是那個台灣那個編程師 Sean 那我就聽了三四次了 那我就會問的是 第一就是有沒有其他呢 日本 他們那個什麼警犯法 OK 那 日本 他們有沒有這些情況 會出現 就是說 他給了一個假的原始碼 又或者是 他們根本監管不到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就如正方 我也想問的問題就是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中獎機率 都是無法百分之百去核實的 譬如我去抽盲盒 那我政府要怎樣去 去監管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些稀有的產品 是不是 那政府是不可能 幫你每一個盒打開來看看的 第一就是做不到 有機會是已經賣了出去 第二就是用回你們的邏輯 都可以是 那他們可以直接 交一個假的 的 的 給政府抽查 是不是 那 又是那個現實 和網上 或者是虛擬 那個分別上面 我又會這樣去問 那當然 政府也是沒有這樣去挑戰 那我就會問 那最後呢 那我會期待 政府會多說一些 就是 外國真的實際上 怎樣做到 不讓人抽 轉彈 那樣 就是你們說 直接禁止他 不讓他做 但是我會想問的是 這個法例怎樣在香港的法例的框架上是可行的 就是你們說 禁止他不做 但是 我意思就是 譬如 最基本就是 你說到 就是 香港的法例 可以怎樣做到 這件事 就是在現有的法例框架下 是怎樣去做到 沒有禁止 抽彈 就是轉彈 那樣東西 那這個 就不是 就是純粹是對線的推進來的 因為如果去到後詳細聽到 就說 我比利時也是這樣做 荷蘭也是這樣做 但是實際上 香港的操作是怎樣做的 那推進呢 就不是很聽得到 那這個是我期待 在反方這條主線 開出來的時候 有多一點的 推進 或者層次會好一點 是的 但是正確然 我也覺得 這條線是很有策略的 是的 而今天的策略也是成功的 那我講一下政方 那今天的政方 其實 我會覺得 有一些 反駁 我知道 可能你們面對著 反方開條這樣的線 你們都會覺得 很慌張 是不是 好像很多本身準備了的 反駁 就不太有用了 其實我會覺得 是很多時候 你們 其實準備了的策 是有用的 純粹是你們要 調整一下那個說法 又或者是你們今天 就沒有很嘗試 這樣去挑戰 反方開出來的東西 剛才我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是 無論 其實它開什麼 你都要問的 譬如是 你的方案 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底下 怎麼做 那你們是沒有嘗試去挑戰 別人 即是 不斷地問你 我香港怎麼去監管 第三方怎麼做 但是你們是沒有錯 沒有去想過 去問一下 那你們說的那個全面 那麼 香港實際的可行性 又是怎樣 是不是 那 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 做一些即時的反駁 而第二件事就是 剛剛才說到 就是有些位置 就是 你們可以用回 本身你們尤其是反駁 但是純粹你是 根據 即強的那個 推演去做的 就是 我出了去另一個 可能是認識的 鏡頭 但是我想 提回剛才的 讀書 譬如 一附你會有嘗試去問 完全沒有平衡過 遊戲箱和玩家的權益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問的是 你們 主編後有提出到 就是 就是 遊戲箱和玩家都會想有一個轉彈法 而不是直接 把整個 抽彈 轉彈 這個東西不見了 那你可能就會去問的是 那 究竟有些什麼人 有誰是會想 去直接取消呢 是的 就是你撐了一步 就去說 你看看 連遊戲箱和玩家 他們都支持 是要 規管這個轉彈法 那你應該會問他 那有哪一個人 哪一個玩家 哪一個遊戲 想跟你說 我要直接取消轉彈法呢 這個第一 然後第二 就是 你有去講到 你說 你有引用到陸葦雄的語例 就是說 遊戲和賭博 就是一線之柴 看怎樣包裝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問的是 所以有方同學 你又怎樣去界定遊戲和賭博呢 那是不是抽一盒 扭蛋 又或者是 你們學校或者公司做的聖誕大抽獎 都不要做呢 就是可能是同學為來的 OK 那你又說 道博法是沒有規管 那這個時候我會再引申的就是 當 這樣的情況下 怎樣在現有的法例框架下 再去加入這個規管轉彈的這個元素呢 就是其實有很多位置就是 你只要在臨場稍微調整一下那個 演詞或者說法 其實你的攻擊力已經是 立即是 就是match回反方說過的事情了 那跟你們 就是義父都是有一些類似的情況 是的 但是我會覺得 政方去到後場 可能在台下的時候 幫你們追回不少的分數 因為的而且那個台下是有就著 就是那個 那個 比賽的準程是做出一些挑戰的 是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好像政方的劫變 不是很抓到台下給你的提示 那你可能在 劫變做一些的反駁的總結的時候 都不是很能夠是去 運用回就是台下提給你的東西 是的 那最後呢 講到台下 我會想 我覺得 反方呢 他們今天的台下 我不是說他們問中的事情 但是純粹是那個提眼上面的攻擊力 是略研究的 就是你們都會問的是 那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應該要取消轉彈這件事呢 那問題是方同學是第三方 是可以怎樣監管呢 就是我覺得是會問的是 譬如 會不會有 我覺得政方的台下是會做得比 反方好的一件事就是 政府可以用台下去質問到一些反方的立場 譬如是保險物園和妙禁 那當然你們的答法就是 你們不是同一個原則性去回答 而你們是同一個成效去回答 就是你們沒有真的去解釋 很清楚地去交代到就是 轉彈和賭博之間那個 那個關係有多近 你都直接是用回成效去回答 那這件事又不是很理想 但是當然也是可以滾過 但是他的確是有嘗試去質問你的立場 而他第二條就是會問你的 為什麼一些線上的問題 在轉彈法就會出現 但是在你們所說的取消 整個轉彈這件事就不會出現 那是否突然之間 在同一個平台上 或者同一套會出現 在轉彈法的問題 突然之間 那些什麼伺服器 管理團等的問題 突然之間在取理方的方向下 不存在呢 那當然我會覺得 他可能問的時候 問得不太好 但是我嘗試去投入的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我嘗試去問一下 為什麼轉彈法會有管理團的問題 就是同一個技術 或者同一個用來走法律 的技術 在轉彈法就會發生 但是在全面去禁止轉彈法 就不會發生呢 他是想問這件事 但是反方的問題 就不會去逼到 正方去承認某些立場 就是首先第一 就是可能你會去 嘗試去問他的是 是否承認 某一些賭博的成份 是否應該存在呢 那可能第二個問題 就會 就是基於執行 或者監管上面的問題 那會不會逼到 他承認一些立場 就是原來是監管不到的 而反方的問題 就是問他 為什麼你不承認和風的方案 或者是你要怎樣監管 去給別人 是很freestyle 這樣去 elaborate 自己的主線 那這個就是 一些小小的意見 謝謝 那現在我們請 傅詠琳小姐給我們一些評語 那另外我都發了分子 給評判都可以確認 那有請傅小姐 好 那其實剛剛都很認同 剛才評判所說的話 坦白地說 我 因為我做上一場 就有一位評判都表達了 他覺得 打比利時根本就是一個 超絕的方案 因為真的 吃光你所有的東西 那當然我自己有沒有先人為主 我有沒有因為 聽完上一場評判這樣說 而我又影響我的判準 但是 的確我覺得今天 反方的策略是有少許成功的 但是我怎樣看成場呢 我最主要分這個層面 我覺得 我先看看主要的戰場 其實今天我覺得 大家雙方爭取得最多的 真的是在可行性方面 就是有關於 究竟提出的資料是 真還是假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感覺到 政方是很努力地 抵抗 就是說 第一就是 至少我知道了些事情 至少我由一個法律 去防止我得到一些 去拿到一些真確的資料 也保留了一些法律的漏洞 我看到政方是嘗試抵抗 但是由於反方 我覺得某些說法 是很容易入耳的 譬如我記得 政方說了一句 就是說 難道我們 今天設立了這個 扭蛋法 我們運氣就會提高了嗎 因為在反方而言 就覺得扭蛋 純粹是一個很純運氣的東西 那由於一個比較入耳的說法 可能在 即使在後場的討論 尤其是關於什麼原始碼 那部分 雖然我看了十萬次Sean 其實我也不知道原始碼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反方也有必要去到後場 再解釋就是 究竟原始碼 為什麼又可以用假的原始碼呢 這個我自己作為評判 我會想知道 但是 由於政方在這個技術層面 即這些科技技術層面上面 沒有一個很有效的說法 能夠擊倒反方 而且反方相對來說 某些的說法是比較入耳 變成在資料的爭議上面 我是判了給反方這個戰場 尤其是我也反而 他第一個出來打的歸納 我覺得是 即是 我覺得是 在那個時段 對我來說是重的 這樣 所以 真假這個位置 相對偏向是比較反方 第二個 我覺得今天 其實最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於大家兩者方案 的爭拗 當然我很同意就是 今天的政方相關 其實就著自己的方案細節 其實都不是真的交得得很清楚 當然如果你說方案細節 我會偏向覺得 政方是比較做得再好一點 因為其實我很欣賞 你們今天是把很多法律的條文 嘗試在辯論場上 有一個比較白話一點點的語言 去解釋 都見到某些辯論都用了一定的時間去解釋 當然 能不能夠令到我覺得 真的有法律漏洞呢 我覺得 又不是很合理的 尤其是 今天 你說了什麼賭博貼例 沒有清晰定義 因為不知道是技巧還是運氣 但是到後場 你們都深刻都同意 就是其實賭博 是一個靠運氣的成分 對不起 轉蛋是有賭博成分 是靠運氣的 那好像似乎有點矛盾 但我也欣賞你們 是將一些法律的概念 用一個比較口語化 而且都花了一點時間 希望解釋給評判聽 所以我大概就覺得 整方的意思就是 如果現行法律不好 我們就用轉蛋法去保留這些漏洞 而我覺得反方其實 今天有點困難 我希望自己沒有解釋 反方也同意現時 反方同意立法禁止 是需要有立法 也同意現時某些法例是可以保障到的 包括賭博條例 但是反方是再進一步 不單止要現行條例 保障 是要全面禁止 變成我覺得 政方今天某些變為 我覺得不是很抓到 或者不是很攻擊到 反方想說要進一步 全面禁止這個地方 譬如正方而苦 甚至乎到結辯 其實都沒有落地和我們比較 那究竟我們雙方同意 要有立法的必要性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手段又不同呢 似乎今天 政方沒有給一個 沒有了一個比較 讓我聽得出 為什麼全面禁止是不好呢 這樣 當然唯一一個比較 碰不到的位置 在這個層面前面 比較碰到就是 很欣賞政方最後一次台下的回答 雖然說法上有些搞笑 但是我混了一陣子去明白 就是說我因為轉眼是有趣的活動 所以我們是不應該去壓止有趣活動 其實這個落到我第三個點 我比較想說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場很多都是一些 說法上的問題包裝 所以其實政方不一定是這麼捱打的 而是我覺得其實 有些地方是可以提出一下 尤其是我覺得去到整個討論 由於前面那些什麼一些 就是要驗證真還是假也好 或者真是方案細節 其實我覺得雙方在這個戰場上面 其實都相當之拉腳 當然可能或者這些戰場上面 反方可能會稍佔優勝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們臨到最後其實可以和我們討論 就是反而我覺得這場 我最後有一個疑問就是 那究竟這些轉彈法和實體的賭博 那個的分別是在哪裏呢 因為我很記得 劫變反節就說了 是有賭博成反 但是反方都同意 現在是可以容許少量的實體賭博 但是反方的立場又覺得 網上是完全是不能夠有任何的線上賭博 所以我就會很想探討就是 背後的那個rational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反方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的立場問題 因為這個立場其實呢 在正方的台下發問 是有挑戰過你們的 但是反方的回答呢 就是說我因為那些組織很鬆散 其實我覺得 其實其實 其實你們背後的rational 會不會是因為監管真的很難呢 從而扣緊就是說 其實你們去驗證那些什麼原始碼 那些資料真的其實很難呢 其實這樣可能緊繳回主線 更加令整個討論的價值 是有一點點 就是再上一層 因為我覺得前場真的很多很多拘捕她的地方 那 而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 我覺得雙方去到再後場一點 其實都可以有一點討論 尤其是有結辯 因為我覺得雙方今天的結辯都比較 循環一點 除了我覺得我挺喜歡 小賭移情 大多變李嘉誠這個g 之外 我覺得後場大家有一點亂 那 所以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有一點臨場位 大家有一點捉錯了立場 譬如 一方面就是可能政府不太捉到反方那個 就是為什麼要進一步全面禁止呢 那之乎今天政義也有一點捉錯立場 就是說覺得 反方認為 轉彈這些他們抽不中 不關他們的事 不關反方的事 是那些人糟糕而已 但是其實都很明顯是 有一點捉錯的 因為反方從來都不是反對 要禁止這件事 甚至乎反方更加徹底地覺得 賭博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的 所以其實有一點捉錯立場 當然這個 他們反方很不 就是不令同有賭博 反方又覺得 容許有少量實體賭博 這個立場是不清楚 所以我期望聽到更加多 令到成國的討論是更加豐富 所以 最後回歸回到一個很隨便 一個很冷知識 就是那時候類似的 我以前都類似的 類似的辯題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立法 去規管一些我們明知是不好的事情 那 我那時候教練有個例子 就是說 為什麼荷蘭是會把嫖妓合法化 並且會登記名策 會登記他們有沒有外資有成 可能會走得很遠 但是 在政府的立場是覺得 希望我們有個能力 有個範圍 可以規管到這些 我們不太能夠 就是不太好的行為 譬如 嫖妓 賭博這些 坦白說 譬如正義所說 人的天性 就是黃賭毒這些 很難去到完全禁止 完全避悟 但是 就是更加因為這個本質 政府更加應該要去做一個 角色 去做一個立法 去做一個規管 其實我覺得背後 去到討論這些規管 規管不良行為 其實往往很多都是背後這些立場 但是似乎今天雙方都沒有 真的 很 跳高一線去看這些地方 純粹在一些真的技術性 就是很 很技術性的層面上去做爭拗 所以變成其實我自己的分子上面 我記得我的分子是真的比得太遠 我雙方都相當之拉局 就是可能 某些位贏 可能純粹是某些說法 可能我容易聽得到 或者 某些位可能剛好 那些縱禍這樣我就給了個分子 但是總而言而知 其實我都欣賞 我覺得今天這條平台真的相當之難打 一來是某些法律的概念 就是資料上面都很技術 所以我都覺得今場 是 雙方達得是不錯的 無論結果是怎樣 我覺得 雙方其實 今天差距不是很大 所以希望大家未來都繼續加油 謝謝 好 謝謝副小姐的意見 最後我們請蔡俊傑先生給我們評語 Hello 大家聽到嗎 聽到 聽到 我長話短說的話 剛剛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的意見 都說了很多的意見 都說了很多的意見 我先簡單說 其實今天一開始 大家對於轉彈的定義 大家是不一定爭辱的 因為正方一開始就說了 提高希有角色的機率 涉及了運氣和機率 那些 反方都沒有爭辯過這個定義 所以大家今天就是針對著 抽一些希有角色 例如一些手機遊戲 或者一些網上的遊戲遊戲 可以抽彈 例如FIFA Perso & Dragon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原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手機遊戲 大家專注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 但我覺得今天整場 最主要的兩個戰場 我覺得只有兩個 第一就是 大家不斷爭辱原始碼的問題 基本上這個問題就是 由反主爭辱到最後的位置 都繼續說 第二個問題就是 到底現時有沒有一些法例 去規管這個轉彈的行為 我先說原始碼的位置 原始碼的點 基本上這個 我覺得是 整場的勝利的關鍵 因為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原始碼基本上 今天全場 兩邊都爭辱對方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正反雙方 今天是對於 原始碼這件事 是沒有什麼去推論過 或論證過 因為正方由頭到尾 都是不斷說 第三方的核石機構 是失得過的 反方下一個位置出來說 你怎麼證明信得過 他有機會做假的 這樣就質疑他 然後去到正方的位置 再出來說 不是我真的信得過 基本上我今天的感覺 就是有種 那樣不斷的情況 但我覺得 如果要在這個位置 要隨便贏 我覺得是 要有一些推論 還有一些例子 去證明 或者去反駁對方 例子譬如正方 如果你要證明第三方 我相信得過 那是否應該有些 外國的例子 去公佈了 原始碼之後 那隻遊戲 無論如何 說他的信譽 他的中獎 他的紀律 各方面 是否有改善過 這個我會想聽 但是整場 如果大家要這麼著重 去爭辯原始碼 但是你沒有任何 證據去反駁 或者沒有東西去 反駁 反駁 那就會有些輸蝕 然後反駁 如果不斷說第三方 就信不過 很大打 基本上 看大打 其實你每個位置 都有說一次 或者都有質疑一次 但是你質疑 夠不夠力 我覺得是不夠力的 譬如會否可以說到 譬如正方有說 他立了 日本中國 他立了一些 抽膽法的相關法例 那麼日本 是不是仍然有些 發佈了一些 假的原始碼的情況 你們會不會有些 相關的例子 或者會有些 個案可以說出來 如果隨便有一邊 今天有做到這件事 我會給高分別 但是我認識 在原始碼的項目 大家今天浪費了很多時間來爭 但是爭 最後其實是淪為一些 口水戰 我不會在這個位置 大家會拿到多少分 然後第二個項目 還有一個項目 我覺得是 今天反方出來打 就 好像平民所說 就是用一個 完全按轉彈的行為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比利時有做 比利時有做 就證明他其實是有可行性的 但是如果你要大打 他是禁轉彈行為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必要太理會 原始碼的項目 你想清楚 如果 就算政方 是真的他論證到原始碼 是可以做到 是真的有核食機構 監管到的 其實也不影響你 做不做 轉彈的行為 因為就算他做到原始碼 其實你仍然是大條道理 要去禁轉彈行為 因為你不是因為原始碼 監管不到而不去做 有很多 譬如鼓勵賭博成分 好像你版主所說 就是一些標準很難定義 或者有很多假的帳戶 其實這些是大不克的 你不需要只圍繞著原始碼 做不做到 而去打他 因為你實際 今天你要知道 通常如果打這些線的話 某程度上 反方是一個正方的角色 就是我在蘋果 我會期待你說多一點 如果你要全面按轉彈 那實際怎樣去做呢 譬如 我剛剛比以前去做 他可以說多一點 譬如一些外國的APP 如果是一些 譬如大部分的手機遊戲 現在都是中國、日本、韓國 如果是一些外國的APP 要流入香港市場 那是否法例上 是否有轉到呢 譬如比利時是會怎樣去做呢 是否他進入遊戲的界面 大部分 譬如一個簡單例子 譬如日本最出名的轉彈遊戲 Person & Dragon 那隻遊戲 大部分的角色 都是100% 即99%都是抽彈抽回來的 如果他要來到香港 讓香港市民玩 他不是抽彈 他可以怎樣令遊戲繼續玩 還是遊戲是完全玩不到呢 又或者 他要規管的話 那是否規管遊戲商 還是規管遊戲玩家 即是好像網上賭博 如果是一些 例如玩Pocker的 21點那些網上外圍賭博 到底是拘捕外圍莊家 或者是拘捕玩玩家 即是這個我都會期望你們多說一些 是的 然後 今天最主要第二個節奏 剛剛我牽涉到 就是說 現時到底有沒有法律去規管轉彈呢 正方今天不斷說 以前沒有法例 但是有法律漏洞 所以就要立轉彈法 剛剛反方都說 其實現時是有法律規管 但我不用 我直接禁止所有轉彈去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是清晰的 但是我只覺得是 如果今天大家要推進 我覺得可以有多些維持的推進 例如正方 我覺得正方今天 其實你引用外國數據 是聽到的 但我覺得是不夠多 舉個例子 例如 有一個辯論上 經常出現的不好的習慣 就是 當別人去提出這些質疑的時候 你們不打算去解釋 但是一句 其實這句不是說的一次 那幾句就是 為什麼日本做到 香港做不到呢 這個很多時候在辯論場上 經常都聽到 為什麼哪些國家做到 香港又做不到 其實這個 我覺得不是等於答對方問題 但很多時候都很慣常 無論政策上面 都很容易講一些 講法 為什麼比利時做到 香港做不到 為什麼日本做到 香港做不到 我覺得是不是解釋了 或者不是回答了對方 就是剛剛我都有說 譬如說 如果你覺得 香港有法例去 可以立轉彈法去規管 我也會期望你講一些 到底要怎樣規管 不是說第三方 譬如說會顯示機量 有很多一些再細節一點的 例如可能一些 會不會有保底的行為 或者會不會是 如果抽不中 會不會觸發了機制 就要引入第三方去監管 類似這些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去防止到 反方再做很多不同的攻擊 還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 同樣今天反方不斷強調的事情 他不想用轉彈行為 他認為遊戲裡面 應該要明碼實價 市民想要 你就直接去買 不用透過轉彈這個行為 而得到他想要的稀有角色 但其實我覺得 如果正方你懂得去搏 最簡單說 其實人兩者是沒有衝突 就是你現在大部分手機遊戲 其實都是兩者都有的 就是轉彈好玩的地方 無論你是網上還是實體 就是你是用二小博彈 就是你有那種 你用很少的錢 又可以得到大獎 就是那個的喜悅感 是會大過你直接 我拿一百元去買一隻東西 而是我用五元去換到一隻 相等於一百元的東西 這個本身就是轉彈 抽彈或者是賭博成罰 有趣的地方 但我覺得那件事其實 最簡單的過法就是 就算你說反方要明碼實價 但其實現時 你轉彈的很多遊戲程式 都有一些保帶行為 或者是 都同樣可以存在明碼實價 例如這個例子 我每一次轉彈的價錢是五元的 但是抽中的機率就很低 但同時間的遊戲廠商 都可以引入就是 我用一百元就可以買到一隻 很難抽中的東西 由玩家自己決定 而我覺得這個搏法其實已經可以 簡單去搏到反方 就是說你一定要禁止轉彈 然後就要明碼實價的做法 然後我覺得反方的一件事就是 有一點點在立場上 在後面是有一點點模糊了 因為你一開始就很強調 就是轉彈禁止 但去到後場 我覺得你們有說過幾句 就是說 其實你們是不太反對 現時監禁監管 同樣你們又反轉彈 到底你們的立場到底是 認為如果 如果政方所有問題解決得到 你們不反對立轉彈法 還是就算他的問題解決得完 你還是認為應該要禁轉彈這個行為呢 我覺得這個我是要小心一點的 如果你是要大打禁轉彈 基本上我再三強調 其實你不用太理會對面說什麼問題 因為基本上 就算對面說不說 說有一些假AC 捉不捉到 或者對面說不說一些原始化也好 其實不是太影響你們說 全面那麼轉彈 因為那件事就是 那一個簡單例子 譬如說 今天你香港 大麻應不應該合法化嗎 類似 其實如果你正如說 今天我們不應該 不應該 不應該那麼大麻 不應該要全面那麼大麻 原因是 因為它是一些很基礎的 即是一些原則性的 例如 大麻是有毒 大麻是會令到人死 令到人有問題 基本上 如果你是拿了這個角度 你不用太理會 或者說你不應該很難執法 你不需要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是比較大的原則的 我覺得這個是 套用這個比賽上 譬如說對面的原始化 我覺得是不需要太花式的 就是 如果就算對面是真的 原始化是完全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也好 其實是不會太影響你們去推論成主事 然後我覺得 其實大部分其他評判都說得七十八八 所以我也不再補充 就是這麼多 謝謝 很感謝賽 評判的意見 以及三位評判今天出席 今天宣佈賽果之前 會宣佈最佳辯論 最佳辯論是 梵芳一副林樂晴同學 今場比賽以票數作決 票數是1比2 所以是加勒薩室遠勝出 天安 我們會做的 cuent 書堂 這是中國的